跟partner的这种沟通其实很重要 我会觉得我的partner 他没有怎么主动跟我沟通 是不是他有一些什么想法 或者说是他不想跟我多沟通 或者说觉得跟我没什么好沟通 但其实我是希望的 我想了一下 其实这个东西得从两方面来考虑 上个礼拜三没有去上课 去了西雅图 昨天还在剪那个片子 就去西雅图帮朋友拍个活动 昨天才剪了第一版 基本上完成的任务 可能后面还要修一点 然后今天是星期一 也是孩子暑假的第二周 今天也是特别麻烦 孩子刚刚上个礼拜都发烧 这个礼拜还上不了课 就小的幼儿园 然后老二的话 要上午游泳下午游泳 很多活动 所以还有就是今天上课呢 群里面大家都好多人都说 去不了去不了去不了 但其实今天是一个假日来的 因为学校忘了通知 所以是那要去的同学是老师会在的 我是哈尔里 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三上表演课 跟大家的叨叨 关于学表演和演戏 这段时间睡觉会是比较麻烦 现在还有就是生意也不太好 戏也不多 是一个比较 一个比较艰难的时间吧 这段时间我觉得大家都有点懈怠 我自己也是一样 有点觉得 反正这个下完课跟同学也挺远的 没有机会去练习 然后仅仅是上课的时候练习一下 那其实非常不够 然后也还有很多人不上课 可能有各种原因 身体不舒服啊 家里有事情啊 各种原因吧 我也是有点点松懈 这就是一个通常的现象 就是任何一件事情坚持到一定的时间 大家都很努力的松懈下来 这就是在考验那些是不是要坚持 然后去想办法去真正的学到东西 因为比如说现在确实感觉到 哎呀学的东西是不是很有限啊 是不是从不来从不去 是不是没有用啊 但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来说 就要去想想怎么来去改变这种学习的效果 然后另外的话就还真的不能停顿下来 或者放弃 说来容易 说来难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 什么更好的办法 让这种动力啊 和学习的效率提高 持续 欢迎你来分享一下 今天不知道有几个人上学 待会上完课跟大家一起分享 今天提早半个小时下课了 因为人少嘛 最终好像是四对人 大概是八个还是九个人来了 闲聊了很多 然后真正的上课练习的话 每个终的话也差不多练了两次 我这一组的话跟班尼的话 就是有点不一样的感觉 今天老师也不一样啊 就是他给了一点就是说 我就是我的目标 我的目标就是要拿到签字 然后签好字 然后赶紧收拾好 那整个过程更紧凑一点 所以有点不一样 但当中也错了几次 可能词双方我也有错 对方也有错 后来就有一点点很好 然后结果太好了 然后又忘掉了一些词 最后影响了 但总体来说 体会到了另外一种的感觉 还有一点想分享 就是跟partner的这种沟通 其实很重要 有时候我会觉得 我的partner他没有怎么主动跟我沟通 是不是他有一些什么想法 或者说是他不想跟我多沟通 或者说觉得跟我没什么好沟通 但其实我是希望的 那后来我下完课的时候 我想了一下 其实这个东西得从两方面来考虑 有时候是不是你想想 你别人这么看 你是不是你也没有太主动的 给他过机会 所以他也就不想去 轻易的去碰你了 所以任何事情都是相互的 那这个表演也是相互的 如果你两个人没有这种connection的话 那你表演的时候 肯定就会不在一个牌子上面 今天瞎聊这么多 因为我注册那个lift跑到这边 Santa Monica也蛮远的 然后我一直在想 我说是不是我回去的时候 能够载一两个客回去 然后补贴一下我的邮费 就好玩吧 但其实觉得也不太现实 因为你真的要去等客人 和等到回去的这个方向的话 你也挺难的 也并不是你想就有的 你要是真的一直在等 也不可能一直在取消单 取消多了 你的这个评分也不好 然后不取消的话 可能这会儿让我们现在从西要回到东 然后他的单不断的让你跑到更加远的地方去 那你怎么办 一天的话 本来你两三点钟可以回到 结果搞得四五点钟都回不去 就没有那个效果 OK anyway待会我试一下 然后我开打开 我整理一下车 把车收拾一下 然后看看能接到什么单